我期许自己可以成为一位能够给宝宝 不论在身体上还是心灵上 都是满满呵护的母亲 我觉得拥抱是呵护最简单的方式 可以传递温暖建立彼此的信任感 每次收工回家 她就是会第一个冲到门口来给我一个迎接抱抱 然后在我耳边轻轻地讲一声I love you 我觉得这就是她对我表达爱的方式 不为宝宝抱着宝宝时候所产生的那一个亲密感 是无可比拟的 这时候会建立起一个正向的依恋关系 是非常的幸福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只要她快乐我就觉得很幸福 像如果天气变冷就会帮她披上毯子 然后抱抱她给她温暖 到人多的聚会啊或是新环境 其实给她一个拥抱 她的情绪就可以舒缓很多 之前有一阵子我心情比较低落 她就会走过来抱抱我 然后说妈妈你辛苦了 就是她也知道拥抱是一种呵护的表现 一个抱抱跟宝宝之间呵护彼此的心意 虽然未来呢我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陪在她的身边 但这份幸福还是会延续下去 陪伴她面对任何的新环境 我希望我给宝宝的呵护能一直陪伴着她 不论何时何地 在未来面对新的人数的时候 都能延续这一份能量 让她拥抱这个世界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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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